今日北水回归 其實你後市覺得會不會都比較樂觀 後市我真的不樂觀 但當然說這段時間夾到我們這些淡有看法 會有少少懷疑人生 會在想自己是不是看錯東西 但是我們都經常這樣說 我自己都是同自己這樣說 你在熊市裏面 或者那個人做調整師 總會有幾下夾得很低 令到你說得那麼順利 很多時候大家會看牛市買星就行了 熊市買跌就行了 其實就不是那麼簡單 牛市的確是容易賺錢 就是之前說的那些 easy money 你在市場上扔些錢下去的時候 很多時候閉上眼拿個號碼回來 的確是容易賺錢 熊市是否反過來 我們就這樣看哪幾隻股份 接著就去買 接著買跌買put 接著就賺錢 不是的 你看我們上個星期 我和你做節目說 SAROK 好像契媽的反向操作 上面都被人夾 但是又夾得很厲害 亦都回得很厲害 到這一刻輸了一點 沒有問題 就是在那邊中線 但是在短線過程上面 是很多時候中間會夾得很厲害 同樣地廣估 其實你看回整個一月份 500點以上的升幅 單日升幅 已經出現過三次 但是當中 其實恒指是否真的在一月份上升很多 又不是的 之前試過升八百幾點 都試過在分階段的還 所以短線來說 我不預期市場真的會大挫向調整 港股現在最大的優勢是甚麼 去年真的跌了很多 因為現在我們在說環球股市 主要是做correction 主要是做調整 特別是那兩年升得多的那些 要開始還 特別是基本因素 不是真的那麼實在 可能是環境氣氛好 所以要做調整的那些 那些會跌得比較多 但是你說在港股上面 現在的好處就是 去年真的跌得比較多 你想一下 COVID-19 2139 21000這位置升上 假設真的再穿低再跌下去了 如果你說只是做correction的話 都是跌到最多一成的 對比環球股市來說 如果你說要下市分 或者回調 COVID-19大部份的升幅的話 港股的壓力是相對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們之前都說過 你可以在這個市況上面 做兩種想法 一是就是 好像我們那樣 就不主張做太多東西 逢高 想減徹 或者事實潑爵 努到去什麼位置 開始想停售 恒指如果穿了25,000 穿了25,000 你說港股也好 內地股市 美股 三地股市上面 都好像氣氛好很多 那就停一停售 忍痛止褫 到時候再開一些好倉 報回手 三地你每次彈的那段時間 你又去選擇看好的時候 那些負面因素一帶出來 譬如負面因素 我們說澳大 還有一些監管的那些因素 內房的那些因素 是不是放過假之後 到一天都沒事了 我們最害怕的一件事 未來接下來就是 北水回歸了 夾高了那麼多 北水會不會顧馬分 這是第一風險 這個不算太大的 我們覺得經常都不會拿北水來做一個指標 但是我覺得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 內地放現假 市監局有放現假 是 開始出來一些調控制度 去年其實都是這樣 去年又是說 一放完農曆新年假期之後 然後市監局開始做了 大家是不是看到一些政策開始有問題 所以最大的問題就是這個月 我們看到外資報告上面 有很多很多的聲音 就是衝勁 因為監管因素有機會放寬 沒錯的 這個衝勁永遠都會在 未來整年時間都會在想這件事 但是是不是突然間 在今時今日這一刻 一天都光亮了 我覺得不是的 所以相反對 我覺得這些位置 我覺得在24,000這些水平 特別是24,500 去做好倉部署 就負責率非常之低 所以我就說 為什麼寧願新年快樂 他肯做調整 在低位的時候 我覺得還有條件去買的 相反對 如果這些位置 你做好倉部署都可以的 你只能夠買一些價值股 價值股有一個問題 就是真的不會有太多潛在勝負 所以其實這個道理一樣 環球股市 今年開始 一些找easy money 很容易賺三四成 一倍的狀況 應該都沒有那麼容易發生 但是如果你是穩穩的 在市房間 你還是要做好倉部署 可以的買一些價值股 買銀行股 能源股 我覺得是有得勝的 但是由於年頭至今已經升了不少 這些位置再追 直播都不會特別吸引 所以後市 你問我怎麼看 其實最關注A股的表現 是 A股在放假前那邊 真的很差 看看有沒有機會 短線扭轉弱勢